耸肩受限怎么治 耸肩我的理解是不是上抬肩呢 上抬肩胛骨啊 你上抬肩胛骨受限了 那肯定是有一些肌肉拉着它 咱们呢两个方面考虑啊 你上抬肩胛骨 首先是主动肌和结抗肌的问题 你是主动肌无力还是结抗肌紧张 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导致 你这个肩胛骨上抬肩嘛 我觉得就是 上抬肩胛骨啊 上不去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得理解啊 如果说是上抬肩胛骨有问题 那呢你看看 它的这个主要是肩胛体肌啊 无力啊 或者是上斜方肌无力啊 这都可以造成这个肩胛骨的上体有困难 那么你还要考虑这肩胛骨 还有下边的肌肉拉着 你下斜方肌就是拉着它呀 另外呢 其实你还有港上肌呀 港下肌呀 他们也都是通过肱骨头 肱骨这边 它拉着它呀 你要是往上抬 它也上不去呀 另外呢 你从这个下面呢 还有大圆肌小圆肌背阔肌呀 都有可能啊 这个呢 你就得具体查找啊 另外呢 不单纯的是一个耸肩受限 你看看其他爱受不受限了 比如说前身 前驱 后身 外展 水平外展 内旋 外旋 这些角度呢 都要测一测 测一测呢 之后呢 你就发现啊 刀底这个圆胸啊 是哪块肌肉 你就找到那个肌肉 完之后呢 在上面触疹一摸啊 找到那个把点 那小资一扎 一扎一提 一运动啊 咱们就说 一扎一提 一运动 立刻立竿见影 当场见效 马上就好啊 马上就好 如果你单纯的说 耸肩哪块肌肉需要扎 这个呢 有时动作太少 有时候你不好判定 不好判定 我刚才分析了 这么一大套呢 你可以做参考 之后呢 再做一些 其他方向的动态检测 最后呢 确定把点 把点确定了 那你就是 把点是基础 针刺是关键 运动是核心 记住 咱们这三句话 三句话 所以你把点搞错了 你扎的再好 动的再好 可能效果不到位 把点对了 你再扎对了 你再一活动 好了 好了 OK